我是余燕 你是不是有迫睡片 你是不是晚上常常睡不好 就是要放掉 这样是怎么办呢 长庚医院有一个研究调查 13-18岁的年轻人 每天差不多睡7点前 但是日本人就睡得比较久 韩国人也睡得比较久 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现在连续认 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的精神科技睡眠研究中心主任 李信谦 李主任 主任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任要请教你 这什么叫做垃圾睡眠 有的人是越睡越累 垃圾睡眠 大家说是没睡觉 但是对身体来说影响是多大 我们古代都说睡得睡得久 但是不是睡得久 要睡得好 所以有的人 就说晚上睡8点钟10点钟起来 也是这样闷闷闷闷闷闷 精神不好 这就是我们说 应该睡得好 可能一般来说是说 如果以后庄就说 这可能是 寻民的 寻民的 中啊 是说寻民的 变了 这就是没有去了解才知道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应该是没睡多久 起来之后精神会好 但是味道是越睡越疼 越睡越鲜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样说的 垃圾睡眠 是 但是人家拿破仑不是晚上只睡几个钟头吗 我们有个好朋友 黄岳水老师 他也是一项都是短短的睡眠而已 为什么说 睡了等于没睡是垃圾睡眠 甚至说 睡了等于没睡 睡不好 比失眠还可怕呢 什么情况算是垃圾睡眠 其实我们一般在睡眠障碍 分成两种 其中是说睡不好 人家说失眠 半夜睡不去 另外一种是睡不飽 每天很晒 我像我说失眠 它是一个慢性的问题 是品质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白天四岁 很爱睡 整天都不好 那个是健康问题 是生命问题 当然最后这两个都不处理的话 最后还是都互相会影响 但是一般来说 对亚生来说 我们看健康的问题时 他非常爱睡 对健康的影响 比晚上睡眠还更严重 真的 这个是医生名言 白天睡觉 比晚上睡不着 对身体影响更大 对对对 一个是品质 一个是健康 当然 这两个人都没处理 最后都是品质健康都没有 那我要怎么处理呢 我要如何才能够生成睡眠呢 有的人就去喝烧酒 对啊 喝了酒之后就倒在那里 这算是生成睡眠吗 那一般来说生成睡眠 我自己的感觉 自我感觉良好 睡得好像没梦 睡得整个都没叫 叫上去 叫生成睡眠 但是医学上的生成睡眠 是要透过仪器的检验来确定 我觉得睡得很轻 你去做睡眠检验的时候 哇 医生会惊着说 你晚上在睡 是睡得寝没不对 但是都没穿起 有这种睡眠 所以还是必须要检查 所以我一直也是以为 顺到叫不起来 有的小孩真的很难叫 明明都已经迟到了 你怎么叫他还是叫不起来 一叫起来 坐起来之后 躺下去又继续睡了 这个时候我以为 那就叫生成睡眠 但是不一定对不对 对不一定 因为睡眠时间 过去的研究 有很多的大型研究都发现 我们要跟人家的困难时间 跟我们的那些 破坏 秘书 来说我们寿命的团团 去做比较的学生 困到低当然不好 如果说困到低 6点以下 5点以下 想象就会比较低 但是困到短也不好 超过10点以下的困难 每天睡觉超过10个钟头以上 有些研究发现说 他的寿命也是会减短 真的吗 但是我以为可以 睡到很熟很饱 睡到11个钟头 那是人间很幸福的事情吗 不是吗 所以猪也很爱睡 但是真的睡久不一定身体健康 是不是 对不一定身体健康 它还是要有一个范围 是 那范围是9个钟头吗 还是8个钟头 美国有一个睡眠基金会 因为做一个通计 这是科学的通计 过去的研究来发现 其实每个年龄层的睡眠需求 没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一般来说 成年人 20月以上 差不多是1点到9点中间 7到9 7到9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小孩子 就是成长期的小孩 是不是睡越久长越高 对 一会儿一会儿 真的是这样 我们看说 小孩子 比如说学您的孩童 我们说大概 国小国中阶段 通常有时候 会希望他们能够 睡到9小时 以上到11个小时 是 所以依照这样 那他睡到9个小时醒来 之后还有时间 又不必上学 是不是妈妈就叫他说 再睡再睡 再睡 是这样吗 还是要睡到自然醒 通常因为爸爸妈妈妈 要上班就把他吵起来 对啊 小朋友的睡眠怎么算 这几年怎么调查 大概都7个小时多了 好可怜哦 所以其实我 我以前一直主张 就是早上不必那么早上学 如果家长没有办法 可以晚一点 让小孩上学的话 事实上睡饱也是很重要 对不对 对 那么有很多长辈的问题 你一定 很多人都这样说 他就在 坐宝宝的时候 看电视就看着睡觉 睡得很好 但是你把他叫起来 叫他去门城睡 他倒下去 他就沉起来 怎么办 对啊 这是我们睡眠门床 最重要的情况 什么时候都能睡 只能在面前睡 就能睡 所以一般来讲 他大概是跟心理因素 有点关系 看着面前就怕 怕我们在睡不着 所以在面前睡 电路均重 这样的时候就叫他 睡好音就好是不是 睡不着 因为对我们的梁国不好 脊椎 这个身体 毕竟那不是 为了睡眠设计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 有一些 所谓的认知行为 比如行为调整的方法 很简单的一些方法 但是有些人试过之后 就可以慢慢恢复 在床上睡觉 是 所以他必须去到 台北医学院 接受医师的诊治 才能做这些认知调整吗 其实一般来讲 我当时怎么能 自己先在家 试试 我都会建议 你能做前面 自己的记录 比如说 你都几点 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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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记录前 发现说 原来 我就是很爱在困境 在喝咖啡喝茶 我就是很爱 晚上一八点看电视睡 睡着两点 晚上就不会睡 还是说 我就是在面团上 一直在很精确 一直想要让自己好睡 这些习惯 有时候也要自己调整 没来看医生 医生也是建议 建议最后你也是自己在做 是 所以第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回到记录 我说你是晚上七八点 你都做什么 是不是先睡着了 所以在当面前睡不着 但是很多 阿伯阿伯 大个大字 他都是滑手机 我很痛苦 他们就是到晚上的时候 喜欢聊天 喜欢LINE 所以滑手机 就会睡着了 这真的也是 手机惹的货吗 是啊 像现在就是大家 山西产品 说用手机 说很想看电视 尤其睡觉前都看争论节目 我都跟他说 看没关系 你要选到台 你不知道看不到 他又没睡 对 你也会过去 研究还是有 就是我们看起来 就是睡前来的手机 看电视 睡眠时间会往后延 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周期 是 我有时候看一些朋友 他们就是眼眶旁边黑得严重 的确就是长期为失眠所苦 那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精神 但是他也就是 他觉得他这样很好 就晚上都起来多做一些事情 也没有什么不好 也是这样 所以请教主任 深层睡眠对大脑有没有帮助 还是说没差 其实我们古代都这样说 不就是医学科学根据 但是这十年 后来发现说 那大脑里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下水道排毒系统 他可以帮助大脑 把那些废物 把垃圾物摆过来 所以这就不是垃圾睡眠 这是睡眠清垃圾 但是这个排毒系统很特别 它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 一定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这个下水道才会打开 平常打不开 第二个 他还有日夜周期的问题 就算你白天睡 睡得深 研究上来看 不见得就真的有排毒的效果 所以现在来说 睡得要搞 要清 还要休息 必须都要搞 照办 让我们的困难 保持好的健康 很有得力 医生说的 大家要听 所以我晚上如果睡觉 睡到做梦 梦得非常好 有时候梦很有创意 梦到很多层的梦境 这样算不算深层睡眠 其实我说 我在做梦到底有睡还是没睡 我都问 不然你当时的做梦 你睡的时候就不会做梦 除了白日梦以外 所以做梦 其实是我们睡觉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阶段 但是你说 整个都梦 梦到起来都很省 可能我们就要注意 有可能是做梦的阶段 出了什么状况 那这个说实在的 大概出了一些令同症状 最后还是要靠睡眠检查 来帮我们判断说 到底睡觉出了什么问题 是 那很多人也像我一样 常常重复做一样的梦 而且梦境非常清晰 仿佛如真的 然后都是 有的甚至是预言 预测到未来的事情 这样的睡这种有厉害的梦 甚至能解梦的这种梦 那个时候是算有睡还是没睡 其实我们在睡觉当中 有个阶段叫做 快速动眼气 或快速眼动气 对对对 这时间就是说 差不多你要睡 睡了差不多点半钟的时候 你如果没睡 你看你边人 你会看他眼睛 转他转去 转他转去 这时候你如果叫他 差不多八成的机会 他都跟你说他在做梦 就是做一种有剧情 有这个连续性的甚至光怪陆地的梦 对 那这个快速动眼气大概在我们的睡眠的四分之一 我们现在了解这个快速动眼气 其实对我们的情绪保持甚至对记忆都有帮助 所以做梦其实是说一般人来说大部分时间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是是是而且梦中的事件如此美好 所以可以做梦是真的很好 但是如果我看我旁边的阿拿达就发现他快速动眼气超过一个半小时 超过两三个钟头一个晚上都在做这样 我要不要把他摇醒 第一个很难摇醒 做梦阶段也算是某种程度的生物作源很难摇醒 但是我们在说做梦还是有可能会出差错 你如果看他在做梦 梦到一般会手辣不上当时会去打人 对 哇这个就要小心了 这个叫做快速动眼气的行为障碍症候群 是 这是打鼻 是 哦呦原来这是生病 那到底要不要叫起来 这个时候你可能闪远一点 不能都会被他打到 也不必叫他 让他自己在梦中度过那个危机 是 所以世界睡眠组织有一个好眠食招 让你较好睡 这些伙伴可以请他先给我们指导一下 我们世界睡眠组织都会推动 过去 十几年 每年的三月春分的时候有个世界睡眠日 所以在几年前他们就公布了两个 一个是小朋友 而且有成人的好眠食招 台湾睡眠学学会去年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 其实很简单的 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定时去床民层 定时去床 实际上不要睡太久 喝酒啦 咖啡啦 这些东西尽量碰一下 不就是你困难 别人吃太多的东西 要运动 要换好的民层 好的筋头 你困难 你也要更舒适 更通风 不要太沉 太热 太沉 不然更要关于更暗的 最后就是说 不能在民层上做其他的事情 哦这是重点 对不对 这只要到民层一坐下去的时候就开始生手机了 这可以 哦 这其实哦这是很代人的膜碑啦 有人说啊我这个睡不着 睡不着 没办法这样生手机了 对 结果越生越睡不着 最后他真的看了民层的 心来哦 因为潜意识的 就觉得我上床就是要玩手机的 对 结果就是这些客厅没问题 早上睡去 到民层就睡不着 对对 所以就是这些很简单 可以预防 这就是世界睡眠组织的好眠食招 但是食招里面有一个大家疑问最多 就是筋头 民层 民层是不是最贵的那种最好 啊像我们爸爸他要睡的民层 因为是农业社会出来的 他一定要顶屁屁的木板床 那就是木板床睡走了 是不是对这两个没啥好咧 那也有人又是要睡到像水长 软趴趴的 那到底睡床硬或睡床软 对于身体会不会好或不好咧 好等一下的问题就是枕头了 那先问您床的 床哦 床其实是一个大学问 但是也是在科学证据上 比较少一点的 那特别的差异很大 我们说 那边都问说 什么两个好 不然你看那个金融小座的小龙女 他睡在寒玉床 不然就一条肃子睡了 人也是这样 身体很好 外到这样 对 冰清郁结 小龄冰清郁结 对吧 床基本上来讲 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适中 那适中不是说一般的适中 是你自己的 你如果习惯睡什么的面穿 所以你去逛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这样硬度啊 那这个适合的 甚至现在床有的还会控制温度 对 那或者另外一可能重要是长度 有的人睡 面穿很好 买很贵的 可能比较缺 所以买一个比较低的面穿 因为在睡的时候 膝在外面 不然在头在外面 这个面穿都睡不好 所以大小适中 软硬适中 对不对 刷的就是 那一粒针头 我现在的枕头很贵 日本有出那一种 就是它可以 里面都是塑胶 可以不断填充塑胶力 然后搭配你的头型 你躺睡的时候 它就是什么样的头型 然后你测睡的时候 它在里面塑胶力 又可以微调 我们需要花一两万 去买这么贵的日本枕头吗 其实现在有更厉害 今年CES 你跟最大的电子消费站 有出一个枕头 这枕头是韩国做的 一个智慧枕头 你睡的时候 随着你睡的 自睡的 跟你的睡的 有在说还是不在说 这枕头有自动调担的高度 好厉害喔 很贵吧 这多少钱可以买吗 不知道 我不再注意介绍 但是这次这次这种智慧枕头 可能会越来越多 可以是吗 那我们在想是说 其实那个枕头的高度 基本上最简单的方式是说 你倒下去的时候 用你的手 握一个拳头 然后放到你的后面颈椎 然后过来后边 你如果清理器 稍微有点阻力 然后扇上拉 不会完全散不过去 这个枕头的密合度就够 了解 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适合 跟蜜座同样 大家都会比较适应的 还有点我们刚才在提醒 金头的密封是一样的 你如果好的金头 好的密封 你要用10年都会比较 是 不用太短 对他的那个支撑度 一定都会改变 是是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专家 台北医学大学的附设 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精神科技睡眠中心 主任李信迁 李主任 谢谢主任的分析 谢谢 谢谢 希望大家都好梦啊 来欣赏江慧所唱的 今天好民旺 拜拜